衛福部部長陳時中 是一個明顯的例外 尤其是這陣子 這個武漢肺炎疫情發生後 這是一個很常常去探討的現象 衛福部長陳時中最為疫苗二十 這個衛福部 升任中央疫情防治指揮中心後 各政委寺每天都會出來 社會報告整個武漢肺炎 武漢肺炎最新的情形 非常辛苦 他的表現到最近也受到社會國界 儘管的評價 很高的評價 印象非常好 非常堅定 非常支持 甚至他只流漏一滴 面塞 就能去社會很大的肺炎 這是標示什麼 標示說 我們的衛福部長陳時中 在這段時間他表現真好 當然要總統和行政委員要給有機會去表現 他不知道今天有這種社會感受 對這種好的表現 我覺得這是一個例子 一個例子 內閣閣員 跟政委一個內閣的部會 政委大家都是非常優秀 如果有機會出來去主持 或是對某一個政策 去跟社會做說明 進行的情形 讓他有機會表現的時候 是不是也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製作現實一個 很重要的 重點就是說 民進這麼大的 武漢肺炎這個疫情的時候 總統和行政委長都沒有站在第一線 他沒有站在第一線 不代表他沒有做事 他可能做很多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總是沒有站在第一線 第一線給了衛福部部長陳時中去豪華發揮 把國部會相關的人 閉上的時候叫來開會 對社會做說明 這是真好的模式 非常好的模式 不過說到這裡 我們也要說到一點 就是口罩這個問題 索正中很斷然 他說禁止外銷 出口 結果他們去很大的政論 不過需要證明他對 第二就是說他在離岳切什麼 拍板決定了一個重要的政策 就是說 從離岳切六開始 每一個人用他的名字去健保局 指定的郵局去領一個禮拜 一個人兩個口罩 這個決策是行政議長拍板的 我覺得這是有討論的空間 我們跟人說 這種政策有需要行政議長去拍板 這種政策給衛福部長陳時中去拍板 決定就好了嘛 如果這個政策 如果是好 當然是要整公陳時中 如果他做了大家社會歡迎很壞 變成一個財產 也是他要去生長 不用行政議長去打疫情的發展 到目前為止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 社會是堅定削政府 堅定這個 蘇維股 堅定這個中央這個疫情防治中心 堅定陳時中部 加坡